很多贴图看起来好可爱 但是点进去之后才发现 原来它是店家的结合 也就是说你要这个贴图的话 要先加入店家当好友 接下来你就会不停地在手机中 接到店家传来各式各样的资讯 不过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双赢 你得到了贴图 店家增加了点阅力 也增加了购物的消费力 像是这家店 平均每个月推出新贴图 下载人数可以高达将近600万人 而业绩也跟着成长了将近三成 卡娃伊的贴图表情逗趣也苦手 还搭配节日过圣诞 贴图有魅力 也变成店家提升业绩的秘密武器 琳琅满目的韩戏商品 从头到脚清洁到擦拭通通有 虚拟店铺也靠贴图拉拢人气 像是推出第一代可爱女孩 搭配解媒控等时下用语 下载400万人业绩成长两成 第二代香菇妹下载人数600万业绩再成长 现在推出逗趣表情的阿生娃娃 预估下载量850万人 贴图带动虚拟店铺营收 每个月增加500到1000万元 还要限时加送韩国来回机票300张 除了年轻女孩之外一些上班族分领族 就是大家肯定会受赖的那个贴图信 还有这家从网拍走红的服饰店铺 早在今年4月就结合贴图 透过连结连到官网增加买气 每三个月推出新一波贴图 下载量都超过400万人次 业绩也提升15% 每一则广告讯息 我可以在一瞬间同时触及到这么多的人 300万到400万 目前应该没有任何一个媒体 拥有这么强的 这么广的触及率 为了得到可爱贴图 有人官方账号一开就是40个 但想要贴图还得先加入店家当好友 才能获得 但想要贴图同时也要接受 店家每天传来的讯息 手滑一不小心看中的商品 就开启了网路上的弹纸经济 也难怪过去的网路行销 转变成现在的贴图行销 店家用贴图拼纸间下载率和业绩 记者陈子芬 黄旋台北 蔡美末到